其實第一季你建議大家的投資部署應該是怎樣分佈的資金 或者有什麼辦法你覺得留意呢 譬如有 大家都覺得看好 但是今年至今又升了不少 譬如說商品或者石油方面 你建議大家可以怎樣去處理這一方面的投資部署呢 其實如果你見到的情況 今年來說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你雖然去年的港股就令大家很失望的 但是今年其實你反過來 然後如果你還是主要維持港股的話 其實到現在就沒什麼事的 包括甚至乎在說當你的市場 就是美國、歐美有很多國際上的問題 但是其實到現在來講整個港股一、二月 都還是整體都是反彈 都沒什麼很大的問題 那市場來說就已經有一點點好處了 雖然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 我之前的看法就是我覺得越後 就是在今年越後期的時間 尤其是譬如過了上半年之後 下半年的港股走勢就有些不明朗的 但是上半年尤其是三、四月之前 還是應該可以 就是第一季應該都還是偏好的 所以如果你說做部署這樣算 如果大家現在手上有些港股 我覺得都還可以維持都還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說沒有的 我沒有什麼倉的了 都只剩下貨幣 那手頭上可以維持什麼呢 那我自己覺得雖然你說商品升了多的 但是其實石油或者一些相關 可能其他的商品 譬如可能一些基本金屬 舉個例子譬如可能鋁啊 就是銅鋼啊或者銅礦那些其實都還是OK的 那大家可能覺得就是好像已經升了很多了 但是正如剛才說的那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個問題來自供應面的 而供應面就是大家供應面解決不了 大家現在嘗試用貨幣政策去舒緩 但是其實我也不是很樂觀的 就是我不是很覺得用這個方法會有什麼事 就是有什麼效果 反過來如果它的貨幣政策收得太緊的話 就是一個就會變成叫做整散這個市 大家都不會很願意見到的 就算包括現在的聯儲局都不想在現在這個時間 令到股市出現太過大的震盪 就是調整一下無所謂 但是如果真的走Band Market 我想大家都不是很願意 變成了情況就是有些機會是 就是叫做變相 未來這半年都會是叫做縱容的通脹繼續升溫 所以就變成了商品上我覺得是要控制的 這別人的關鍵叫做縱容的通脹 這三個字幕呢 記得認真嗎